有位朋友留言說 我已經67歲了 現在仍然在上班 有雇主的HMO保險 最近人事主管要求他第二次去參加 紅蘭卡的保險 說便宜又好用 他說我不是自己有雇主保險嗎?好在哪呢?我應該換嗎? 我們趕緊請出千寧保險的張念廷 張先生幫他解答這個問題 張先生您好 李亞好 各位聽眾早安 我剛剛聽了這個問題 現在老實講很多朋友都已經過了65歲的長者們 還在上班喔 還在工作 然後使用的是雇主的保險 然後問題來了 引起了普遍的關注也很煩惱 我該不該換用紅蘭卡保險 那政府呢 我們說政府有規定的 雇主或者人事主管都不能夠要求強迫職員去參加 紅蘭卡福利 這個有命運規定 那小心 同時呢 我們說客觀的來分析一下到底什麼好嗎? 你去紅蘭卡 我們說便宜 紅蘭卡這邊是雇主的保費 雇主要負擔承擔的保費 大概是三倍高於紅蘭卡這邊的保費 那很便宜嘛 紅蘭卡 第二個呢 紅蘭卡跟他附加了20%的計劃 他得到的是福利很好 那我們說又便宜 福利又好 當然我們會建議說應該要換嘛 那不能強迫 長者要自主決定何時換 我們說一步到位 無縫接軌 一步到位 你換好了 就慢慢地享受這些福利 因為政府是很照顧退出的年長的人的 是的 是的 是 好的 謝謝張先生 謝謝張先生啊